看过天龙八步的人都知道 揪魔字虽然是反派人设 但是却被很多人认为是经典 不仅没有讨厌 反而对他十分喜欢 原因是因为影视剧中把揪魔字写新化 所以大家对揪魔字肯定好感颇多 其中还有句经典台词更是广为流传 能够和平生打成平手的 世上没有几人 那到底揪魔字的武功实力如何呢 他说这句话又是不是在吹牛呢 首先要明白一点 揪魔字在原著中与乔芬并没有交过手 所以不存在为乔芬吊打的场面 揪魔字没与乔芬动手 那他到底实力处在什么阶梯呢 在经典迷中流传着一个排名 一生二挂三老四爵 这揪魔字就是属于四爵级别 且不说有没有与其他三爵打 至少在经典迷心中 揪魔字最差也是天龙前十的人选 扫地生逍遥三老就不用多说了 本来出场就是很角色 打谁都得服 而二挂断玉虚足 虽然实战经验不足 奈何运气极佳 武功都是不请自来 轮回逛通之后 可是扫地生之下最强的两个人 所以打揪魔字来说 别说平手了 基本上就是秒杀的节奏 再说回天龙视觉 这视觉其实武功十分接近 有点跨山五爵的味道 若真要说出谁的武功更为出众 那么显然就是盖帮帮主乔芬 至于肖远山 慕容伯两位 应该是与揪魔字水平相差无几 那除了这几个人之外 我们再选几个人与揪魔字对比一下 看看揪魔字是不是实至名归 首先天龙最强十人之外 武功排名呼声很高的 应该是游坦之 游坦之在少林寺吊打 悬持方丈 这一下子武功实力排名就很靠前了 那他能否打过揪魔字呢 答案肯定是打不过 原因很简单 游坦之下盘太弱 基本功不扎实 虽然有超乎产伦的涨力 但是遇到揪魔字这样的老油条 恐怕也是会输 那如果遇到乔芬齐名的慕容赋呢 慕容赋浪德虚名 这是毋庸置疑的 以他的实力根本不是揪魔字一个级别 最后就是丁春秋断言庆之流 也依旧不是揪魔字的对手 这么看来的话 能打赢或者打平揪魔字的人 少说也有九位之多 与他说的天底下没有几人相差甚远 总的来说 他的实力是有的 但是也挡不住吹嘘自己的时候 不过至少比起慕容赋的武功实力与名声 揪魔字那是强太多太多了 今天是尹春秋就说到这里 喜欢武侠历史 欢迎关注与点赞